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我的名字叫Baba Kelly Law 其实在看第一集和第二集过后 大家都在想说 其实我真正的工作是什么 其实让大家知道我是 梁耳Kabaya的制作人 就是说我做Kabaya 就是梁耳的Kabaya 他也就是做梁耳的修书鞋 这个就是我目前的工作了 过了第二集过后呢 其实大家也有问我一些比较特别的问题 就是说 槟城的巴巴梁耳有什么 不一样有什么特点呢 而且有什么活动或是节制呢 真正能代表冰城的巴巴梁耳呢 而答案是有的 其实真正能代表巴巴梁耳的一些活动呢 就是正月十五的元宵节了 很多人都讲说在元宵节的时候 叫做抛肝去汉 而附近话就叫做说 抛了那个肝就能叫到好的丈夫 而这个文化是源自那里呢 很多人都不明白 以为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的一种 其实我们想回去这整个中国里面呢 在元宵节有哪一个活动是抛肝的呢 其实是没有的 然后真正的这个抛肝仪式呢 在元宵节是哪里开始呢 答案就是冰城 而是谁的文化呢 就是冰城的巴巴梁耳的文化 而为什么这么只讲呢 而源自冰城呢 其实大家看小良人这株式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良人呢 是不可以出门的 而直到他们嫁人的年龄 就是大概十三到十五岁的时候呢 特别是冰城的良人呢 都会去我们这边的explanet 就是就换指甲去抛肝的 抛肝的真正的意义就是 希望说这个良人抛肝过后呢 能嫁到一个好的丈夫 那个时候是他们真正可以 离开他的家 而出去就换指甲抛肝的 在元宵节抛肝就是 冰城巴巴梁耳的文化 好了 不耽误大家时间 现在呢 会跟大家分享 如何穿良人的Kabaya 第二集的时候 就跟大家分享了 如何把Saron穿上了 对不对 那个裤带也怎么穿上了 这一次呢 记得还没有穿Kabaya之前呢 里面一定要有内衣 当然之前呢 是没有这么美 或这么豪华的内衣 而良人呢 都是自己用布 自己测内衣的 而这一件 就是已经超过80年的内衣 当然如果你现在呢 要穿良人服呢 并不需要找这些内衣啦 其实你们都可以去 找一些布置比较好的 那些T-shirt 那个spaghetti的T-shirt 穿在里面 或者是呢 就好像我的外婆 和祖母一样的 他们都是穿内衣而已喔 所以呢 现在的年轻人呢 不用讲说 不好意思 其实呢 以前我的外婆 和祖母呢 已经是穿内衣在里面了 现在呢 就让大家看看 我设计的 还有就是我制作的Kabaya 就是牡丹在前面 而后面 是一只 凤凰 今天我们要穿的 就是这一件 然后我们已经 把那个内衣穿了 我们就把这个Kabaya 就是套上去 我们的Kabaya呢 就这样套下去了 大家有没有注意 就是Kabaya呢 是没有button 就是没有入扣的 为什么是这样呢 早期的Kabaya呢 都是用手袖的 这些花呢 都是用手袖 你想想看 手袖呢 都要几个月 半年九个月 才能做好一件的Kabaya 它不会像我们现在 没有衣服穿 有活动的时候 我们就立刻去买 那个时候 是不能的 而且呢 身材也会跟着时间呢 会瘦一点 或是肥一点 而Kabaya 就来符合这个时候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一个人 比较瘦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这一边的脸呢 就会比较 就是扣的比较窄 如果呢 瘦的过后呢 这边就会扣的比较阔 就是说 它是一个能符合身材 那个时候 瘦了一点 肥了一点呢 都能穿的一件衣服 而你们再看看 这一边呢 这刺绣 为什么会在前面呢 其实 我们真正 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就是 那个Kron상 女扣呢 都会扣 到最后一个扣呢 就是在我们肚脐 就是我们的belly button 那一边 而下面呢 就是这样放空的 为什么呢 其实真正呢 它的用意就是 把我们的肚脑 盖掉 再加上呢 它的剪裁 你看它的刺绣呢 都是斜的 就是这样子斜的 为什么是这样呢 你们从前面看呢 就会看到 身材就是 会刺进去 就会看到 身材比较美 而比较妙条 那现在呢 就让大家看看 我们的Kron상 就是我们的Kron상 就是一套 三个 而且它是有链的 其实为什么要有链呢 其实 就比较方便那些量的 因为它是 有链在一起 就是表示说 这个是一套 三个的 而且呢 有些时候 我们把它扣上去的时候呢 有些时候呢 这些 胸针会不小心的跌了 如果这边有链呢 要跌 也没关系 因为它还是一条链 不会不见了 就是这样子 而真正扣的时候 你看后面有个 有个针在后面 因为我们这一边 是没有链扣 这个胸针 就当做是链扣 而我们扣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子 直的 直的 而我们这个布呢 是重叠 就是重叠在一起 再把它 扣上去的 而现在 就是跟大家示范 如何扣上去 好 我们扣这个 可荣酸的时候呢 大致上 记得我们是扣 一 三 二 扣第一个 第三个 再来扣第二个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扣了第一个 第三个呢 我们比较容易 找到它的中心点 所以呢 我们不会看到 我们的可荣酸 比较接近第一个 或接近最后一个 就不平均 就不美了 好 现在就跟大家示范 如何扣 刚才要讲了 一定要把它的衣服 重叠 再加上呢 你看 避免那个 可巴亚呢 一长一短 因为没有扣嘛 所以我们就看 这个 你看我们的花纹都是 mirror image 就是我们镜子的 的方面的 所以同样一起的呢 你就可以 叠在一起了 而真正的 我们第一个扣呢 其实是扣那里的 就是我们的 胸口这边 有一个 深凹的洞 那个深凹的洞呢 就是 我们第一个扣 可以开始扣的地方啦 然后现在我们就扣我们的 第三个 第三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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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会是在我们的肚脐的肚脐 或者是肚脐上面 好我们扣了第三个过后呢 我们再找出中心点 第二个把它扣上去 好大家看到吗 这样我们就很顺利的把我们的 我们的胸针把它扣上去 很快的 很快的我们第三集呢 已经跟大家分享完了 我希望大家 会喜欢我的影片 而且呢 能把这个影片呢 分享出去 给你身边的朋友 希望说 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我能看到你穿着 Nonia的Kabaya 在街上 或是在活动上 跟我们一起见面 所以希望大家 会喜欢 我们这三集的影片 我们有机会 我们再见 拜拜